Hi everyone,大家好,我是金,今天我想谈谈素食 我这些年因为健康,道德,环境,健肥,种种方面的原因 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吃素和纯素饮食感兴趣 我有很多健康咨询客户也会来问我的想法 所以今天就想把我的看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会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不建议普通人成为素食者 我会讲讲素食饮食最容易出现的健康问题 第二,如果你仍想继续或者尝试素食 我会分享一些建议和技巧,帮助你去避免这些常见问题 首先我来说说我对素食的顾虑吧 我先来讲讲一些常见现象 很多因为健康开始吃素的人 刚开始从一个普通现代饮食就是加工食品,精致食品为主的 转变为素食饮食初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随着时间退,因为它们的蛋白和各种必须营养素摄入不足 很多素食者会觉得精力不足,没力气,免力会降低,容易生病 甚至会出现肌肉流失,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前期,胆固醇失衡等等情况 所以很多素食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健康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再具体说说四个吃素食容易出现的问题 第一就是很难获取足够的蛋白质 虽然豆类,穀物,坚果种子这些含有蛋白质 但是植物中的蛋白它的吸收质量浓度都会低于动物产品 所以每天你会需要摄入大量的这些食物才能满足你的蛋白需求 此外就是植物中的蛋白是不完整的,它们会缺乏一些关键氨基酸 所以素食者在一天中会需要搭配不同的植物蛋白来源 才能保证他们摄入了所有的必须氨基酸 这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的 说实话很多吃肉的人都没有摄入足够的蛋白 就更别说吃素的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相关 就是素食饮食很容易变成一种高碳饮食 为了摄入足够蛋白 很多素食者非常依赖豆类和谷物的摄入 除了大豆它的碳水含量会较低 但是也不建议大家每天只吃豆制品 其他一些较健康的选择,例如硬嘴豆 藜麦,小点豆,糙米等等还是富含淀粉的 后来就去摄入这些食物还是会让你的血糖升高 让你面临胰岛素抵抗这样的问题 同时如果你的饮食中还有其他糖分的来源 例如甜食啊,饮料啊,精致碳水等等 那么就更要警惕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会缺乏必要的营养素 除了蛋白质,素食者也通常会缺乏 Omega 3脂肪酸,就是DHA,EPA 维生素B组,维生素D,铁,铅和底 第四个问题就是它可能让你吃更多的加工食品 很多现在素食者的饮食实际上都是一些垃圾食品 都是由一些精致碳水,糕点,面食,面包,面条为主 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新鲜蔬菜和水果 此外随着大家对素食越来越感兴趣 聪明的食品公司也开始生产了越来越多的素食产品 例如素肉啊,素黄油,素糕点等等 它们是素食吗?是,健康吗?of course not 所以除非你愿意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 自学研究,最好和一位营养师和医生定制一个计划 否则我真的不建议大家贸然去尝试吃素 根据自然规律,人类本来就是杂食动物 要违背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我刚才列出的所有因素都是可能出现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是为了健康想尝试吃素 我建议你每天多吃一些新鲜蔬菜和水果就可以了 这才是吃素的要点和好处 接下来我想聊聊如果你人想吃素 应该怎么吃才可以避免我刚才列出的这些问题 第一个建议就是考虑做一个淡素食者或者鱼素食者 素食主义不只有一种 其实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范围 介于杂食和纯素食之间 纯素食主义就是特别特别极端的veganism 只能吃植物,任何和动物相关的产品都不能吃 例如鸡蛋啊,蜂蜜乳食品等等 但它们之间其实还有一些选择 例如吃淡的素食者或者吃鱼的素食者 这些都是更可行的你的蛋白来源会更丰富 第二点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新鲜食物上 一定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豆类,坚果,穀物等等 素食的主要健康好处 其实就是吃更多新鲜真正的食物 而去少吃加工食品,精致食品,垃圾食品 第三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确保你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除了各种豆类,坚果,种子 我也建议大家添加一款素食的蛋白粉 最好是选择由豌豆,糙米,奇亚子,火麻仁,南瓜子等等做成的 一定不要选择大度做成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Thorne那款Vegan Pro Complex 第四个建议就是一定要额外补充容易缺乏的营养素 我会建议所有的素食者补充一款多种营养素 就是含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矿物质 一个维生素B组,一个维D,还有一个Omega-3脂肪酸 我这个是鱼油提取的 大家可以选择海藻提取的这样符合素食饮食 然后我也建议大家去做测试,监测自己的营养水平 如果你在美国非常喜欢Genova Labs的一个Ion Panel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营养测试 就是可以看到你的各种微量元素啊 氨基酸啊,脂肪酸等等这个水平 根据这个结果你可以决定 而是否需要补充一些其他的营养素 好了,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那我们下期见,拜拜